Hello 大家好 內地新能源汽車市場競爭非常激烈 行業淘汰賽已靜悄進行 據內地媒體介面新聞報導 由前尚氣集團副總裁丁女成立 主打豪華智能電動車的高俠汽車 相信大家都聽過 日前召開內部大會 宣布即日起將會停工停產6個月 3月15日後仍然留在公司的員工 只是發放上海基本工資 即每月2,690元人民幣 邊廂是裁員 報導稱高俠汽車財政困難 早在今年初有職可巡 當時傳出公司停止發貨和新項目開發 當時高俠汽車發布聲明說 公司運營一切正常 研發生產、營銷、交付等各項工作正常推進 並有關謠言向公安部門報案 直到2月7日高俠汽車召開員工大會 宣布1月工資無法按時發放 2023年即去年年終獎金取消 並要全部員工降薪 建議員工自尋出路 高俠汽車主打豪華純電動車 產品價格遠高於絕大多數電車的新勢力 它的車很貴的 新豪影背都有陳列失 不知將來怎樣 步步都五、六十萬以上 肯定銷情慘淡 所以難以與其他線上品牌競爭 盈利前景令人擔憂 報導指從去年倒閉的車廠來看 從危機曝光至申請破產重整 只是需要幾個月 不知它捱得多久 總之現在的狀態似乎頻臨破產 而曾經與為小李齊鳴的威擺汽車 亦經歷了多輪關閉停產復工之後 還要在去年10月10日正式發布公告 已經申請破產與重整 中國是世界上最龐大 集中度又很低的汽車消費市場 有機構統計中國有140多家車廠 近五年來正式退出中國市場 破產倒閉重組 停止經營汽車業務的汽車品牌 多達四十多間 中國車企百多間 有專家說到了未來 集中程度勢必提高 優勝劣泰智只剩下十多家 破產和倒閉在未來將會很常見 實際上根據去年年中數據 比亞迪的銷量第一 只是比亞迪再加特斯拉 再加愛岸 前三名市佔率已經達到52% 前十名市佔率達到78% 如果大家有興趣買內地電動車的話 有專家教路 要選一些大品牌 銷量高的汽車品牌來買 倒閉的機會比較微 其實我也想知道 如果高俠真是最終倒閉的話 在澳門如果買了車的車主 將來的維修保養 我們怎樣搞呢? 會不會很頭癢呢? 好,這集就看到這些星期的影片 大家想支持我 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 我們下集見